不放棄希望救难队持续搜救 但考量灾区已弥漫失臭味 加上民众抱怨二段政府救灾进度迟缓 因此尽管会导致国际搜救队深陷险境 土耳其当局人决定调度大型机具加速开挖 国际搜救队自上周末起只能陆续撤离 德国救难队经理指出 因为水和粮食开始短缺 导致灾民情绪由悲痛转为愤怒不安 幸好重灾区哈泰一省的机场跑道 经过四天不眠不休的抢修后 总算在12号回复正常 渴望让外援物资更快速更有效的深入灾区 改善灾民残逢露宿的街头生活 各国爱心物资透过空中人道走廊持续涌入土耳其 希望复卫幸存灾民找回继续生活的勇气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